你可以再寫個列印的動作 它就直接列印出去了 然後等到報表完成的那些工作有必要的話 就可以再跑一個回圈 然後把不需要的工作表給刪除 OK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可以跑一個回圈判斷說 它如果大於3的話 那當然如果說另外一種方式 就說 可是老師我 我要去按照名稱來判斷 因為有可能呢 我不只像剛剛有不小心按下一個 那這樣再按一下一個 那有多的 那我這樣子這個方法就不正確了 為什麼 它永遠都會大 所以最後的話變成說 三可能會三錯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去判斷 判斷什麼呢 判斷它的名稱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是for 你可以跑回圈 for i等於 哪一個 1 第一個到最後一個 1到 那最後一個是哪一個呢 我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總共有幾個 對不對 點counts 對不對 should點counts 那should點counts之後 ness 接下來如果我要按照名稱 如果名稱裡面 那我怎麼知道名稱是不是第一季 如果should should名稱呢 是什麼 點什麼呢 點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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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點 點 等於什麼呢 等於第一季的話 那就把第一季給刪掉 然後 then 有沒有 然後endif 然後把這段程式 copy 放過來 然後縮排一下 按tab 就是那這個第四季就要把它改成 改成 四的話把它改成第一季 這個也是第一季 這個也是第一季 如果裡面有名稱叫做這個名稱的話 然後呢就幫我刪掉 對不對 那就不是看總數 而是看名稱 如果有那個名稱的話 那上面這個我把它註解掉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這個時候呢 總數就不只是四個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執行程式 should.name 這邊還有一個 瓜糊 第i 第幾個 第一個 第二個 每一個每一個都去找 ok 大家來看一下 然後第一 這是不是第一季不是 再來第二季是不是第一季不是 第三個不是 第四個是不是呢 第四個是了 對不對 所以呢 就進到這邊 然後呢 幫我把第一季給刪掉 刪掉 也把第三季刪掉了 然後也不會跑出訊息 then next ok 那這樣的話呢 它全部跑完就檢查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等於是 把所有的工作表的名稱檢查過一遍 之後呢 如果叫第一季的就刪掉 這樣的話就比較不會 爛殺無辜嘛 刪掉不應該刪的 ok 那這裡的話 等一下我會再把這個上面這部分提供給各位參考 等於是多 如果你要在下一賽執行的話 就可以避免就是說會有錯誤的訊息發生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哦 就讓我來 ul過 啟erc 我不知道 啟想 我們imanj